第一步我們是利用COUNIF 然後配合那個什麼 先把它恢復好了 所以如果把篩選恢復的話 就是再按一下 它就恢復了 0也出來了 所以第一步是COUNIF 第二步的話篩選 記得游標放的位置 公式一定是在B2儲存格 篩選的話請你放在B1儲存格 記得那個游標放的位置不要放錯 然後我們就可以篩選 篩選的話這邊箭頭出現 那你就可以把E流下來 然後把這些選起來 所以選的話包含A1好了 Ctrl-Shift向下 這個快速線可能要記一下 那你說老師我用這樣向下拉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可是問題如果下面資料幾萬筆的話 你要拉到什麼才會到底 可是你如果Ctrl-Shift向下 它就直接到底了 又快又方便 所以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這個叫做Ctrl 有沒有儲標放這邊 Ctrl-Shift向下 然後Ctrl-C Ctrl-C又複製 然後這邊的話就Ctrl-V 所以有些快速鍵 我是建議還是要記一下 如果不記得的話真的很不方便 Ctrl-C,Ctrl-V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可以把剛剛這些動作不要重複做 以後的話我只要增加一個按鈕按下去 它就自動幫我把一樣的東西 不然我可以看到 所以我可能會需要幾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 其實第一個按鈕就是剛剛講的那個動作 第二個按鈕就是清除 就是把舊資料清過來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篩選完的結果 我們需要把它清除 所以清除可能比較簡單 Ctrl-Shift向下 Ctrl-C 然後這邊的話把它Ctrl-V貼上 好嗎 所以我們可以先第一步驟 乾脆先用錄製的好了 如果程式我們不會寫 我們用錄的好了 那錄製的話 我們可以開發人員裡面用錄製聚集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有三個按鈕 我們先做上面這兩個 第一個的話是清除 清除怎麼清比較簡單 你可以先彩排一下 但是幾個方法 游標 乾脆選整籃算了 直接選A欄 然後Delete掉 這樣子就清除了 所以我們先彩排 那把它Ctrl-Z Ctrl-Z就復原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來錄製 第一個句集 叫清除 比較簡單 就是選A欄 Delete 這樣OK 兩個動作 選A欄 好 那我大概OK之後 熟練了 接下來錄製一個句集 好 所以這個句集就不能NG了 你就把兩個動作做完 所以這個叫清除好了 好 按確定 這個時候就開始 你就不能NG了 來 1 選A欄 2 解決掉 好 這樣OK了 停止錄製 那我們就有清除了 所以有 我把它看 Ctrl-Z一下 現在有資料 那我Ctrl-Z就復原了 然後呢 我把剛剛錄下的那個清除 有沒有 按執行看看 有了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用那個 聚集執行的話 你這個時候 Ctrl-Z好像就沒辦法 你用自己的剛剛做動作是可以 但是你現在Ctrl-Z不行 所以 聚集後 VBA執行的動作 是無法透過Ctrl-Z復原 這個可能要小心 那怎麼辦 頂多是你重來一下 OK 那等一下 那如果呢 我們已經錄完了這個清除 那請你把第二個按鈕改成清除 所以要怎麼改 按右鍵 指定聚集 那因為我剛剛做了一個要清除的 所以我就選它 按它 它就清除 然後就把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 把這個上面的名稱點一下 然後把它改成叫清除 OK 這個叫清除 OK 好 那我們已經把清除做完了 不過目前應該沒有資料 所以沒辦法清 按下去它一樣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第二個按鈕 就是呢 按下它 它會幫我先切到這邊來 然後做什麼呢 做剛剛那兩件事 一 游標放在B1 然後把公式輸入 公式輸入的話 你不用重輸入 你只需要把游標放上面打勾就可以了 這樣就輸入了 那第二個的話 就篩選 篩選的話就是把游標放B 這邊是B2 B1 然後呢 一樣是做什麼呢 資料的篩選 篩選 篩選的話呢 當然 我是建議啦 如果原來有篩選狀態 你先把它取消 然後呢 讓它可以按一下篩選 然後這邊點一下 打勾這個 按確定 然後再把游標放在 A1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Ctrl V 然後再把游標放A1 接著 這樣OK 所以 動作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 如果彩排OK之後 接下來就來了 所以重點回規 1 游標放這邊 打勾 2 還有 向下填滿 這個一定要 2的話呢 就是 游標放這邊 做篩選 打勾 這個1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說 游標放A1 然後Ctrl Shift向下 Ctrl C貼過去 就OK了 所以 我們再來就實際上要開始 而且請注意一下 如果你 游標開始的地方 一定要從這邊開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將來按鈕在這邊 這個是出發的工作表 所以如果假設你已經切過來 就開始錄的話 它第一步就錯了 因為它沒有切過來這個動作 所以如果你將來 你按按鈕 它沒有切 那 它就會 第一步就失敗了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步一定要是 先什麼 游標切到這邊來 然後再游標再放在B2儲存格 所以 你游標剛開始 不要直接放B2 不然如果假設已經在B2 你點它 那一行會 沒有錄到 那就失敗了 所以這個細節還蠻多的 這個步驟 其實如果假設你擔心做錯 你可以參考雲端 白板上面這邊 其實有這個 上面12345678 反正照這個步驟做 就絕對不會錯 OK 好 那我們實際上來 做一個錄製的動作 那名稱叫黑名單篩選好了 那我錄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確定 游標先不能放這裡 所以先放旁邊 好 那我們就是先切回到這邊 從這邊開始 好 所以我們假設已經OK了 確定這邊有沒有 這邊篩選也不要 所以把它恢復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開始錄製了 動作有點多 八個動作 先 聚集名稱給它叫黑名單篩選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就不能NG了 1 點選這個查詢名單工作表 2 點選B2儲存格 並且輸入公式 OK 然後再來的話 請你把它向下填滿 你說老師 那本來如果有公式 不影響 反正我們只是把這個動作做進去 就對了 那再來的話 公式OK 所以1切過來 2儲標放這邊 然後輸入公式 現在要填滿 再來的話 再把儲標放在 B1儲存格 做什麼呢 做篩選 所以再來的話 就是資料的篩選 然後把它留下1的部分 0不要 OK 好 1就出現了 篩選完之後 把這些資料摳過去 所以儲標再放在A1 然後記得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切過去 所以一定要點查詢結果 然後呢 再點選A1 所以儲標 記得也不能夠直接在A1 如果直接在A1 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放在別的地方 好 點一下A1 然後呢 Ctrl V貼上 OK了 好 結束了 OK 所以這個時候貼完 Ctrl V就把它結束了 那記得呢 再切回到開發人員 把它停止錄製 好了 結束了 OK 那最後我來試一下 所以我先把這個就資料清掉 這個 清除機這邊有啦 清除 對齁 然後再來的話就跑一下這邊 黑名單篩選 看有沒有成功 那如果成 假設不成功 你就NG NG怎麼樣 重來就好了 OK齁 好 執行一下 有了 過來了 不過好像有點卡耶 有沒有 沒關係 反正至少有了 執行一下 我把它清掉了 又有了 所以你不用重做了 最後的話記得 把這個按鈕 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叫黑名單篩選 跟剛剛一樣嘛 它本來名稱不對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名稱複製 直到它 然後呢 它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直接改成叫黑名單篩選 這樣OK了 所以清除 黑名單篩選按一下 有了 有沒有 這還蠻方便的耶 所以 一行程式都不用寫 錄製聚集 但細節很多 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如果實在是記不太起來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的第二頁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